要西西,到兰西。这句话,很多兰西人对外面的朋友说过。但是西什么,看什么,近日,兰西市公布了2018休克旅游文化年,菜单。 33项活动贯穿全年,用横贯穿夏秋冬的模式向游客呈现不同的兰西风情。 据西即将到来的是5月的兰西琵琶节。此次活动将以《兰西五月琵琶香》《地城山水半城黄》为主题,在女部街道、黄殿镇举行琵琶品尝、采摘、评比等活动,扩大兰西白琵琶的影响力和吸引力,借此吸引周边游客到兰西休克旅游。 4月20日,中央电视,七套将播出《兰西琵琶金营果》《农田餐桌》介绍兰西琵琶。 6月,以《又到6月红杨梅闹之头》为主题的《兰西洋梅节》将在50里洋梅长廊启动,届时将举行品《杨梅王》等活动。 结合当地景区推出《杨梅采摘品》长线路产品,组织游客自驾采摘团,让游客在品味杨梅滋味的同时,感受兰西杨梅文化。 9到11月,《黄大仙故里文化节》将在黄大仙故里旅游区金兰古道举行,届时将开展黄大仙。 祈福法会,金兰古道徒步游等活动,还有精彩的龙州赛,将给各地游客献上一场文化盛宴。 10月的活动更是好戏连,在借紫园,永昌街道,将有《相约大师故里众温戏剧盛宴》的鲤鱼戏剧节。 当地城乡将上演多好戏,邀请省内多个剧种和多位梅花奖,金桂奖,得主等名,登,演出,为游客奉献精美的文化大餐。 蓝溪还将举办时尚仿制创意设计大赛,宣传并推出本土服装,同时在10月举行的中医药文化节,将以弘扬这派中医文化。 任心蓝溪传统产业为主题,推动文化与养生,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,共同发展,对中医药文化感兴趣的市民切勿错过。 如果你觉得玩得还不够过瘾,那么还有更多的精彩活动在等住你。 据介绍,在休克体验活动方面,即将开始的,便有地下长河首届美食节,于4月21日至4月2。 两日在兰溪市六栋山风景名胜区举办,囊括兰溪各大名小吃,让你享受一场舌尖上的盛宴。 届时买一张地下长河门票,还可送一张美食底金券。 此外,8月有博舍香百股豆菜宴,支宴清凉节,郎靖山谷里文化旅游节,10月有舍香农耕文化节, 蓝江街道第三届文化旅游节,永昌文化旅游节,横西镇第二届农民文化节,兆丰山红色旅游活动等。 12月还有古村过大年系列活动,让游客在兰溪古村感受年未之旅,体验一把传统的杀年猪,吃年猪燕,五龙灯,传统小吃制作,放莲花灯等活动,感受净时光慢生活。 在民俗体验活动方面,诸葛八卦村景区全年有诸葛后裔民俗文化节,11月有第二届女布金农民文化艺术节,农历6月初六有七真四晒精女游节,农历9月19有马剑西装斗牛节。 在赏花斋果体验活动中,至7月,湘西镇各村都将持续开展湘西缤纷四季水果采摘节,游客在体验蓝莓、桑胜、羊莓、草莓采摘油的同时,还能享受到用土造烧农、饭、磨豆腐、锤吊等乐趣。 7到8月,则将举办蓝锡市第三届荷花文化节,在赤西街道、诸葛镇、马剑镇、湘西镇等荷花种植集中的区域已赏和,采莲为主题开展各类活动。 10月,在诸葛镇横范村还有横范奢族木芙蓉花节,将组织开展赏花、采摘、摄影等体验活动。 11月,在会谈果浙基地将举办第四届会谈甘蔗节,游客可体验到甘蔗王、亭比、亭甘蔗、采甘蔗比赛等趣味活动。 蓝锡有助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,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活动,向游各呈现不同的蓝锡风情,让更多人走进蓝锡亲身体验一场旅游盛宴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